为在花莲市仁爱街上的烟酒公麦局宿舍 过去是杂草重生 破旧不堪 但现在却摇身变成了文创新聚落 一条街内共进驻了八家厂商 希望以餐饮美食 唤起民众内心更深厚的情感连结 而现场复古的建筑和摆设 也成为了网美拍照打卡的新景点 为在于花莲市仁爱街上的烟酒公麦局宿舍 从民国57年新建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过去因为长年闲置 部分建筑早已破旧不堪 园区内更是杂草重生 那这边之前我们知道 它是烟酒公麦局的宿舍 那闲置大概20多年 然后我们在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发现这边比较昏暗 而且坦白说 那时候真的是杂草重生 有点像都市丛林一样 那可是我们真的很喜欢这边 也有股莫名其妙的感动 然后经过这里就觉得 我们好想在这里 好想在这里 就是那样的一股冲动 那样的一股热忱 然后于是乎我们请东办执行长 还有我们的秘书 非常非常的帮忙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计划 然后在这边 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文创聚落 透过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的 大力协助 过去如同废墟的公麦局宿舍 如今摇升变成了文创新据点 一条街内共进驻了八家厂商 希望以餐饮美食 唤起民众内心更深厚的情感连结 那我们总共有八间 八间那个 我们算是合作店家 对 那主要我们还是以餐饮的部分 为什么以餐饮部分 因为我们希望用餐饮的方式来 凝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对 因为其实族群大融合 我们希望从食物开始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呈现很多样貌 比如说眷村的样貌 客家村落的样貌 原住民的样貌 所以我们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并不是单一的一个 一个族群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年度整个的计划里面 在季 在年都会有一个比较 中小型的一个活动 我们东府中心 在前任的我们执行长 许传胜执行长 还有我们小美琴 前立委的一个努力之下 在我们仁爱街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这边 除了对面的这个停车场呢 还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 旧宿舍的空间 我们整个把它做一个 显示空间的再利用 那这对整个花莲市区的一个景观 还有一个空间的运用呢 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帮助 那就目前我们市区停车的空间 也是大家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未来我们也会陆陆续续 来继续为我们的花莲 闲置空间再利用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做出更好的成绩 相信大家以前在看Google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以前是一个非常老旧废弃 而且有点阴森的一个环境 那当然经过一番的改造之后 其实经过这边我们都会觉得 有一番新的气象 然后一个光明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在整个花莲市的区域里面 在东府这边的努力 还有一个支持之下 还有我们本署的一个协助 那希望未来在整个花莲市区 我们能够以点的方式扩散开来 在各个区域 然后形成一个面 形成一个整个花莲市的一个发展 然后一个未来的一个展望 除了美食佳妖 现场复古的建筑及摆设 也成为了网美拍照打卡的新经典 而郭参书表示 花莲市当中还有许多可以活化的空间 后续会协助更多文创团体 以在地需求打造出更好 更漂亮的生活环境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